欸 你想婚嗎 對啊 走 今天呢 帶你們到台南的水晶教堂和你一起婚 哎呀 婚婚婚 非常婚 上婚下婚 左婚右婚 結婚離婚 你到底是想跟誰結婚 別說那麼多了 來到這個台南的水晶教堂 你看看這樣浪漫的氣氛 看著我都想趕緊結個婚 那個布萊恩先生 好像你已經結過婚了齁 對對對 不過你看看這個台南水晶教堂 這麼的浪漫 這麼的漂亮 我都真想帶我老婆再來結個婚 哇 那你就慢慢準備好了 不過我們先來看一下愛馬教室的小秘密 愛馬小課堂 台南水晶教堂為台灣第一個 公布門規劃 營造 推廣 及婚紗攝影為主題的北門婚紗美帝 是台灣第一座夢幻的教堂 也將是北門遊客中心最為矚目的景點 結婚是一大樂事 而其實婚紗照更是亞洲人在結婚之前 一定要做的事情 現在我身後的地方就是在台灣 台南的水晶教堂 這個地方不管是日本 中國 台灣 新加坡 甚至是馬來西亞或者是美國的華人新人 都一定要來這邊朝聖一番 因為水晶教堂真的非常漂亮 台南水晶教堂 參考澳洲雪梨歌劇院 關島海之教會 Santa Laguna Chapel的水晶教堂 意象並加以整合 打造全台最大的婚紗基地 北門婚紗美帝 面積達7公頃 園區內有許許多多造景設施 如愛情賓館 愛幸福咖啡館 浪漫的水晶教堂等主題 最大特色 嚴晶教堂 未來將持續運用周邊腹地 持續打造造景 吸引情侶 新人 來此旅遊 拍照 帶來觀光效益 這個台南的水晶教堂 真的是很有Fu 可惜現在並沒有開放參觀 我們只能這樣遠遠的看著它 這是一個遠距離的美感 好了好了 趕快回來 不要再做白日夢了 趕快看一下我們現在眼前 這一大片草地上面 就有四個非常醒目的字幕 叫做LOVE 這個地方到底是哪裡呢 這個地方叫做北門遊客中心 展地非常的寬廣 很多人到這個地方來的時候 都會去順便走走玩玩看看 北門遊客中心是由北門洗滌 鹽工廠舊建築群中的 西南側倉庫群所改建 外觀人保留著原工廠 山牆斜屋頂造型 全館部設由北而南 以地理分區概念 介紹雲家南濱海 國家風景區的景點 並整合區內營業歷史 施地生態 宗教人文 地方產業 與文學藝術等觀光資源 規劃主題區 介紹與多媒體互動區 館內除了有簡報室 可欣賞觀光資源影片 以及各項多媒體展示 與遊客互動 說起這抹香精標本 與北門的淵源可深了 2005年12月29日 當時的北門鄉民 發現了這位擱淺於 王爺港扇上的巨大訪客 由於體積與重量過於龐大 而就地先行掩埋 2008年2月 在當時台南先政府 國立台灣博物館 及專業團隊 與熱心的北門鄉親支持之下 抹香精破土重出 標本製作完成後 並於國立台灣博物館展出 2009年移至 台南市蕭龍文化園區 並於當年12月4日 運回北門遊客中心 受到北門鄉親熱烈的歡迎 所以來台南遊玩 那一定要到北門去走一走 而現在的北門遊客中心 可正是非常夯的旅遊景點喔 而且裡面還有一個 前來野的這個鴨鴨鴨 這個鴨鴨鴨 可是可以勾起 許多人的童年回憶喔 好啊好啊好啊 我看啊 時間也差不多了 大家也該去休息一下了 下禮拜呢 我們會帶你去看 旱滴河夏土的鹽田 還有窄人才能夠進去的 窄門咖啡喔 去睡吧 好 大家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